接下来关注乔治亚 他是前苏联国 乔治亚的国会内外 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 因为在国会一读会 过了一个很有争议的 外国代理人法 也就是说规定 非政府组织 还有乔治亚的媒体 如果资金呢 只要有20%来自国外 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就要接受捐管 那么这个国内外都批评 这个法呢 是要钳制言论自由 向威权靠拢 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法律 来打压异议分子 还有批评政府的媒体跟机构 乔治亚警方在晚间 动用了催泪瓦斯和水柱 驱散抗议人潮 一口气逮捕了66人 警察全副武装往前推进 朝群众喷射催泪瓦斯 地跨欧亚位于南高枷锁的乔治亚 周二首都提比里斯 爆发激烈警民冲突 群众在国会外抗议 即将通过扼杀新闻自由的法律 朝警方丢职石头和汽油弹 乔治亚国会一读通过 充满争议的法律草案 要求媒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凡是资金20%以上来自外国 就必须注册为外国势力代理人 并接受司法部监督 2012年俄罗斯通过 类似的外国代理人法 通常用来关闭批评政府的组织 和新闻媒体 这项法律听在这个前苏联 加盟共和国人民的耳里 格外刺耳 就怕对社会产生寒蝉效应 特别是与欧洲有关联的机构 乔治亚公民运动和反对派人士 痛批走向威权 高喊对俄罗斯法律说不 国会外数千人集结抗议多天 不只拿着乔治亚国旗 还拿着欧盟旗帜 群众甚至组成人肉盾牌 互助遭水柱攻击 摇欧盟旗的女子 国会内从上周国防安全委员 会议还没开始 就爆发严重扭打 议员们互相拉扯 连桌椅都被撞翻 导致会议延后数小时才举行 到了星期一的委员会 跟上演全武航 有议员被赏巴掌 法律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政治对反对法案的反对党领袖 动手执政联盟的议员则站出来为法案护航 结果一读以76票赞成 13票反对通过 法案需要三读 但尽管国内外都有批评声浪 目前乔治亚的议员们似乎大多支持 上个月已有60多家组织和媒体表示 不会遵从这项法律 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指指 乔治亚民主发展开倒车 抑制言论和结社自由 欧盟也说此法不服欧盟价值观和标准 警告恐对申请入欧盟不利 仍在纽约访问的乔治亚总统 则站出来力挺抗议群众 无党籍的乔治亚总统名言 法案如果送到他面前 他将动用否决权 但目前在国会拥有多数席次的执政党 可以推翻总统否决权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